重温经典,一股见经 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作战篇的最后一个部分 原文是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祸也 意思就是杀敌是要靠愤怒的 而夺敌是要靠奖赏的 军队开出去必须给一个士兵杀敌的理由 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激情杀人的亡命徒 这就需要利用人的感情 有两种感情可以让人忘记生命的危险 一是愤怒,怒气上来就什么都会不管不顾 二,就是传烂 人为才死,你要为世亡 我们先来说愤怒 动物的注解叫万人非能同心皆怒 在我机之以示施然也 就是千万人的军队啊 你要让他们同时都恨你一个人 恨你一件事 这就是所谓的同仇抵抗 就要想办法去击他 最典型的战力呢 就是燕国去攻打齐国 围了寂寞这个地方 而田丹呢 这个时候是齐国的将军负责守城 当时燕军把齐军的俘虏啊 鼻子都给割了 齐国人非常的愤怒 于是更加坚定的去守那个寂寞的这个称斥 田丹就想把这个愤怒放大 化悲愤为力量 然后去突破燕军 去破了围城之围 于是呢 他就派出了间谍 到了燕军当中去散布耀眼 说齐国人啊 最怕燕军掘他们城外的祖坟 如果辱及他们的祖先 那他们肯定会崩溃了 于是肯定会投降 以求燕军来听守 这个时候燕军就上了狗啊 于是在城外掘祖坟 烧死人 齐国人在城墙上看见了 每个人的眼睛都要喷出火来 田丹坚士族 这个时候 他们的激情已经足以去 做激情杀人这个行为了 于是率军出城作战 齐国人就杀光了眼 打破掩饰 毛泽东主席啊 就是把仇恨发挥到极致的大势 在解放战争和解放之后的 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 整个宣传的战略和文化的艺术 就是为了仇恨展开的 仇恨和愤怒 不仅仅是军人 而且扩展到了普通民众当中 甚至搞人人过关 仇恨考核 每个人必须对于阶级敌人 要仇恨起来 要愤怒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 那个眼白毛女的小战士 端起墙要来杀黄世仁的那个情况 那一眼黄世仁的那个人啊 是一个演员 他是据说是格优的父亲 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仇恨的战略 不仅仅国际军队同仇敌开 敌人的间谍也没有办法渗透到我们的后方来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让他自己恨自己嘛 我们再来说赏 曹操的注解叫 军无财 势不来 军无赏 势不亡 我们常说什么部队啊 军纪好 有什么什么部队军纪不好 其实军队的际语好与不好 主要在于主帅的战略目的 军纪好 秋毫无财 那是有政治目的的 军纪不好 勺杀 抢掠 坚硬 殊掠 样样都来 这个是激励机制 往往一个城就攻不下 城里的人死都不投降的时候 对敌人秋毫无财的这个必要也就没有了 主帅就会激励自己的属下和士族 来去做到动员 他说破群之后 大略三日 或者大略七日 城里的东西随便抢 姑娘也随便抢 抢到都归自己 这个时候士兵就会疯狂了 湘军去打那个精灵城的时候 就打太平天国 什么军纪都没有 烧杀 强掠 奸淫 妇女 强光 财物 然后毁灭证据 一把火把天王府给烧了 这个时候回报给西太后 慈禧 他说南京城 什么财物都没有 曾国藩是当时的大徒啊 但是他的部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少傻强 就什么都来 这显然就是之前 曾国藩做的承诺 朝廷也没有钱给我们啊 他没有 他没有更多的钱 让我们来扩充军队 来发良相 军相 所以我们湖南人民 自愿来为朝廷打仗 那么打下来了 土地城池 归国家所有 那钱财当然就要归兄弟们所有了 这就是钱规则 那么慈禧太后怎么样呢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根本就不去问财物的事情 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们都运回湖南老家去 把这些钱 有的时候皇上自己也会公开宣布这样的政策 清朝灭掉明朝 攻打四川的时候 清太祖 王哈赤九 下令 所得的周线全部归我 土地归我 仓库 财货 全部赏给士兵 国家所欲 为江途啊 这意思 古今的民将啊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设得给大家分钱 最典型的就是 凡是抢的敌人 或者是民间的财物 全部分给兄弟们 自己分文不取 我只要皇上赏赐给我的 其他的东西抢来的全部归你们 因为他自己不参与分嘛 所以觉得分的不公平的 这些人也就没话可说了 这样大家都会愿意跟他打仗 他的胜账就会越多 胜贯就会越快 原文 车战 得车 十乘 一上 赏其先得者 而根其惊其 车杂而称之 竹善而养之 是为 圣敌而一强 故 兵贵胜不贵旧 故知兵之将 申明之私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 意思就是车战 得车十乘以上 赏其先得 为什么呢 要缴获俘虏嘛 对方要十辆战车 十乘的是十辆战车 我们知道一辆车的编制是七十五个人 按照正车之法 五个车为一个队 这时候呢 就受一个管理的人 叫普业 受普业这个职务一个人 十车为一个官 说组长一个人 所以十车就是一个七百七十人的一个战斗编制 而要把他们全部服务 我方至少投入要上千人的部队嘛 上千人才能把下七百七十人的一个编制的部队 这一千人当中如果你全部封上 那个就叫滥杀无度 不能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封上 所以赏其先得 就是第一个多得战气的那个士兵 因为先得往往都是出谋划策的那个人 因为他先发动攻击 别人才会跟上一轰而上嘛 功臣也是一样 第一个登上敌方陈枪的人一定中大枪 这样才能人人奋勇阵线 所以对于站在后面指挥的主帅来说 你要看清楚谁是第一个登上陈枪的人 是和指挥战斗同样重要的一个事 因为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些事 你就不知道该降上谁 下回也就没有人去奋勇阵线了 那你还谈什么赏法分明呢 交战本身就是互相抢阅军火物资 是以敌一己 用敌人的物资来去丰富自己的一种方式 就跟那个电视剧《亮剑》里面 李温龙每次打胜仗 总是高兴的说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老子发财了 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用兵呢 肯定是车夺车 骑夺骑 故夺步 武企和勤军作战 号令三军 他说 如果车不得车骑不得骑 土不得土 虽破军就无功 这就是一个考核标准了 不是杀敌战胜就行了 战车部队是一定要夺对方战车的 骑兵一定要是夺对方骑兵的那个马和装备的 步兵是一定要缴获敌方的步兵武器的 这样才能论功计上 夺了敌方的战车 马上拔掉他的军器 查上我方的军器 就可以混编到我们自己的车队里面去投入战斗 俘虏了对方的士族呢 孙子他说 祝善而养之 要对他们好 讲清楚我们的政策 真是他们加入的我军 为我所用 孙子能这么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古代战争当中 杀祥是很普遍的 因为如果你服务了几十万人 你不好控制他 他是一支军队啊 你还不敢信任他 你还管他们吃管他们喝 所以往往呢 在古代战争当中是一坑了之的 那像长平坑赵军四十万 这就是最典型的战力 项羽打仗更是遍地都是万人坑 他动不动就坑个清军二十万 所以秦人对于项羽是非常的论恨 恨之辱 优待俘虏为我所用 最典型的战力呢 是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破铜马贼云南洋 铜马贼是一个山寨啊 就是一个匪徒的名字 俘虏了十几万人 整变到自己的部队里面 但是人心没安定下来 因为铜马贼之前呢 想过一次 然后又叛了 然后又被打败 然后又想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贼帅啊 就是那些山寨王和那些大当家 二当家就觉得刘秀是肯定不会相信自己的 刘秀呢 也知道他们的心思 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就说你们各自回营啊 我来慰劳将士们 之后刘秀 紧紧率领的十余计啊 就带了十几匹马 亲自去看望 铜马大银 到了这个匪 这个山寨里面去 展示了以命相托的这种诚意啊 这些山寨里面的 这个大当家 二当家就感激提灵了 他说肖王 推赤心 赤心致人负重 安德不透四乎 就是把自己的一颗赤心 放到别人的肚子里 你看这么大的诚意 这就是推心致富 这个成语的由来 就是刘秀的这个事 刘秀于是得了 铜马的十几万的军队 兵士大阵 这就叫 圣敌而一强 如果你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那不是圣啊 那是两百巨伤 是我对方比你更惨一点而已 所以孙子的思想是求全 先保全自己 再追求全圣 最好呢 敌人我也保全你 他的整个军事思想 是圣战的思想 就不战的思想 和肃战的思想 兵贵圣不贵 曹上的重解叫 久则不立啊 兵有火也 不挤枪 将自焚也 结果他自己也被 也被吃笔一把火给烧了 故知兵之将 生命之私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 私命是天上管 人民生死的这个新秀 大将就是管着 人民的 生死 寿命的这个 职务的这个人 长平之战 你看 赵国如果有连破 做私命的话 大家的命都还在 你换了赵扩来 去做私命 于是40万人就被啃杀 国家也就危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成了交流机啊 赶送了无数青年人的生命 女生那些私命 其实应该承担 自己的罪责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身死 宠王之道 我们常常说 企业的老板 叫笔下有财产万千 因为那个字不能随便签嘛 笔下有人命关天 笔下有是非趋之 笔下有毁于中间 无论你手上拿的是枪 还是拿的是笔 还是汽车的方向盘 你的举措都关乎着 他人的财产 生命的安全 孙子就教会我们这样的 一个敬畏性和责任感 这是作战片 那我们下一期 就会和大家来讲谋公片 我们下期再见